很多人每天都面临着很多很多麻烦痛苦想不明白的事情对吧 你看啊前段时间很多人买了我的教材 然后呢有几个女孩子啊就说说啊我以前啊不懂 然后我现在呢也想不明白我是谁 我如何能够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甚至我都无法写出自己的一个简历 价值标签啊新零售啊自媒体运营啊 好多好多不懂的东西啊 有一个女孩子啊就每天都会给我写一篇大概是一千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那我今天就想对她有一个建议 叫做什么叫做卖痛苦分享痛苦也是成功之药啊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 你可以把你每天反馈给我的那些痛苦的不懂的质疑的那些内容 你看你的内容每天手打的都是一千字左右了吧 咱不说一千字咱就六百字吧啊 那好配上三个图片加上一个标题 比如说这个标题叫做我痛苦的一百天 你就是我痛苦的一一百天 然后苦一然后一直到一百天 你就一定会成功 因为什么呢 第一卖痛苦啊也能够形成共鸣啊 很多很多人跟你是一样的 甚至还不如你呢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的标题就是活了三十年 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么好 那第二标题是什么呢 什么是自媒体呢 做了一百天自媒体是个啥才明白 第三天你可能就写了哈 说我连我自己的个人简历都搞不好 还能干成事吗 第四天你可能就写了 哇原来社交化电商是要做好几件事情 你看你每天给我写那些东西就已经变个标题 就变成一个作品了 第一能够吸引大量的粉丝 大量跟你一样的吧 你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以弱至强啊 红鹤呢可能给人感觉是以强至弱 因为大家都在听我的东西嘛 想从我身上了解一些有价值 有些思想 他会博便敏 但是你要从什么从弱变强 其实什么呢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你今天分享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会给你什么给你点播的啊 说妹子啊你你这个是谁 你应该从你的兴趣上爱好 你看大量的人会给你回复 大量的人会给你沟通 啊你这个心灵兽啊 我认为他给你什么出毛划策 这也是一个手段呀 是吧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把你的痛苦 把你的不知道 把你想不好的东西 全部记录 全部分享出来 是一种人生的经历啊 人生没有记录 没有经历 那你说有个开始吗 就不可能有开始的呀 是不是啊 那第三个是什么 是表明一种姿态 一种什么呢 一种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积极进去 每天都在变化的 这个很重要 每天都在变化是最优秀的 比如说有些人啊 他什么呢 他可能是很牛的 但是他每天都在衰退 而你呢 是现在不行 但是你每天都在变化 今天比昨天好了 想明白一个问题 一周以后呢 比上一周好了 想明白很多问题 一百天之后呢 发现 哎 你值得敬佩了 人家不说吗 叫识别三日啊 你这识别一百天 那你肯定成为一个牛人了嘛 是吧 相信我 相信红柿给你的个建议 把你每天看教材也好 或者思考的一些东西 不明白的 变成标题 把它记录出来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把它写出来变成文章 然后呢 再把这个文章 变成像今天我一样的短视频 你们每天 一天一天的看教材 会有大量大量的问题出现 对吧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问题 然后教材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小节和指导 好了 把这些东西全部变成短视频 变成短视频 就是你那个结果 你有本事把它变成文字 变成短视频 那就是什么收获 全部在印导在里面 说你现在每天看教材 每天都写写画画的 那什么 那是库存转移 还是我的 所以呢 今天我特意的分享这段短视频 送给我所有所有的那些 那些算是学员的吧 因为有了我教材嘛 那就尊称我一生老师 然后你每天按照我这种方式 你就一定会进步 然后呢 保持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太急躁 一点一点的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当一百天以后 当有两个一百天以后 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啊